曾經擔任中國官方媒體主播的 澳洲籍華裔記者成雷 獲中國當局釋放後接受媒體採訪 蘇漢文的報導 澳洲籍記者成雷在北京被關押三年後 在上星期獲得釋放 她在澳洲天空新聞頻道的第一次訪問中表示 有時覺得自己好像一個病人 有時覺得好像新生嬰兒一樣非常脆弱 有時覺得自己可以非常 成雷之前是中國國家電視台CGTN的商業節目主播 2020年8月因為涉嫌和其他國家分享國家機密而被拘留 去年她在北京一處非公開的法庭接受審判 直到上星期才公布她的判決細節 成雷說無法透露案件細節 當記者問她是否在電視節目開播前 提前幾分鐘分享了一份政府簡報時 她表示肯定地說在中國這是一個大罪過 你傷害了祖國 國家權威因為你而受到侵蝕 中國國家安全部上星期表示 成類因為通過手機向外國組織提供國家機密 違反了和官方媒體僱主的保密協議 不一樣 你確實在有一個大罪的名牌